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我是主播芳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作者梦书的文章 常常有人讨论水浒传108位好汉 谁的结局最好 排名前列的人选里并有燕青 他以奴仆之身与宋江卢俊逸同列三十六天罡 是梁山的高级将领 他天生俊美 精彩艺善言辞 引得绝代家人李诗诗 清心相许 他一生重情重义 不负恩主 不负兄弟 又能汉清世世 急流永退 保全自身 燕青 是水浒传里最接近完美的男人 重情义 知恩图报 燕青是梁山豪汉中出身最低的人之一 他不是官吏 不是平民 只是一介奴仆 但他的风采却极其出众 这得益于主人卢俊逸的亲力培养 燕青本是北京城的一个孤儿 从小父母双亡 幸好他得到河北大豪卢俊逸的收留 这才没有流落街头 不但衣食无忧 还幸运地成了北宋版男神 原来燕青相貌俊美 而且皮肤几百 常人难及 卢俊逸特意找来高手匠人 为燕青做了满身的刺青 铺住软脆 弱塞谨体 在北宋 这可是男神的顶级配置 燕青自己也十分争气 在卢家这些年 他努力向上 不但多才多艺 而且文武双全 他凭着出色的才干和一腔忠诚 赢得主人卢俊逸的看重 成为卢家仅次于总管理顾的重要角色 在燕青的人生规划里 自己会永远跟随在卢俊逸身边 为他管家里事 受他提拔重用 却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梁山坡上 有个阴谋即将改写着主仆二人的人生 在梁山坡师无用的巧妙安排下 卢俊逸被妻子假释和总管理顾和谋告发造反 被投入大牢 妻子被判 家财易主 生命危在旦夕 一时间 卢俊逸陷入绝境 幸好还有忠诚的燕青 当时燕青已经被理顾赶出北京城 只能在城外乞讨度日 他无力帮助卢俊逸脱困 只能乞讨饭时 再苦苦哀求 劫及菜服允许他给主人送饭 这份重情重义 连向来贪财的菜服也为之动容 无用虽陷害卢俊逸 却是为了逼他上梁山 而不是要他性命 他安排柴进 及时用重金贿赂各级官员 卢俊逸得以免除死刑 只赐配三千里 却不料理顾早就买通压解的公差 要在路上害死卢俊逸 信科燕青一路跟随 才及时杀掉公差 救下来卢俊逸 可惜燕青形势不够周密 将标有自己姓名的短奴 留在尸体身上 事情败露后 卢俊逸再次被抓回北京 燕青走投无路 只能上梁山求援 送江派大军来营救卢俊逸 此时卢俊逸再也撇不开与梁山的关系 只能入伙梁山 成为二头领 此后卢俊逸南征北战 无数次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燕青始终追随在身旁 卫护主人的安全 几十年前的那次元首 对卢俊逸不过是举手之劳 但对绝境中的燕青而言 却是整个人生因此被挽救 作为回报 他向卢俊逸献出最大的忠诚 许多年来 无论卢俊逸是富贵还是落魄 是大豪还是贼寇 燕青都忠诚守护在旁 人世间最高贵的品质 莫过于此 滴水之恩铭记于心 永泉相报 生死不悔 卢俊逸入伙后 在梁山地位十分尴尬 因为他出身好 相貌帅 又杀了朝盖的仇人史文公 按照朝盖一言 卢俊逸应当做山寨之主 卢俊逸却深知 自己是空降领导 不能服众 所以他坚决不做大头领 反而拼命避嫌 可作为卢俊逸的嫡系 燕青却没受到连累 反能广结善缘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 在于他会做人 懂分寸 燕青是天刚星中的天巧星 在108将中排名第36 位置颇高 表面上他入乡随俗 和其他好汉一样 彼此以哥哥和兄弟相称 但内心里 燕青始终谨记自己的 奴仆身份 从不逾越 有一次他被宋江 带去东京看花灯 分头行动时 燕青和柴俊变为一组 柴俊是前朝皇族后裔 身份高贵 虽遭人陷害 无奈入伙粮身 但是骨子里的养尊处优 从未改变 燕青自知 此前俩人身份相差悬殊 就半作半档 一路小心服侍 让柴俊十分满意 他们一路走进皇宫 见到很多锦衣花帽的官差 来来往往 柴俊突发奇想 要冒充官差 进宫打探 明知此事极其凶险 燕青却并不反对 他凭着机警的应变能力 骗来一名官差 取得锦衣花帽 柴俊穿上衣帽 顺利入宫 异常心愿 燕青以出色的办事能力 和谦公态度 得到柴俊认可 几年后 争方辣时 柴俊主动提出 要燕青作伴 一同执行间谍计划 两人密切配合 果然立下赫赫战功 与另一位好汉李逵相处时 燕青又是另外一种 行事作风 李逵是宋江嫡系 又莽赵蛮横 连无用都对他十分头痛 燕青摸得透李逵的性情 软硬兼施 收服了李逵 李逵有些欺软怕硬 燕青的小相扑术 却是天下第一 他与李逵近身搏斗时 只一抱一摔 李逵应手而倒 几次下来 李逵对燕青服服帖帖 李逵头脑简单 常常犯错 燕青就为他筹谋划策 解决难题 有一次山下有人假冒 宋江名号抢抢民女 李逵不明真相大骂了宋江 真相水落石出后 李逵自知冒失 只能服从赌约 等待被砍头 燕青出主意 让李逵向宋江赴京请罪 宋江顺水推舟 赦免了李逵 燕青也因此赢得李逵的信赖 和宋江的好感 燕青一生行事 极有分寸 当行则行 当退则退 该担当时毫不退内 敢作敢为 该退让时 绝不愉悦 谨守本分 这样的人 方能纷繁世事中 进退自如 广结善缘 动取舍 全身而退 燕青虽排名在 三十六天刚心之末 但是作者施奈安 对他评价极高 让他技巧心灵 多见广时 了身达命 都强死那三十五个 燕青的通透和果断 的确非常人能及 宋江等梁山豪瀚 享受朝廷招安 却被高求 蔡经等奸臣 蒙蔽住皇帝宋徽宗 几次三番派兵讨伐 无奈之下 燕青主动提出 通过李逝世 走枕头上关节 绕开文武百官 直接求见宋徽宗 却不料李逝世 见他相貌俊美 刺青精美 而且会吹销 能唱曲 竟然动了春心 想调戏燕青 燕青害怕 引得宋徽宗不满 耽误大事 就果断提出 与李逝世 结为姐弟 止住他的 过分行为 在李逝世的帮助下 燕青顺利 见到了宋徽宗 他未雨绸缪 先为自己 要了一张赦免书 在放胆 陈述了梁山伯 众人一心忠诚朝廷 渴望受到昭安的指向 燕青的慷慨陈词 打动了宋徽宗 此日 燕青和戴宗 又贿赂了太尉 宋元景 在宋徽宗和宋元景的 共同主张下 梁山好汉 才能顺利被昭安 可是高丘和蔡精 并没有放弃 对梁山好汉的迫害 他们已被昭安者 需要建功立业为由 派梁山好汉们 北征大辽 南征方辣 兄弟们在战火中 死伤惨重 最终战事结束 众人启程返京时 108位兄弟 只剩下36人 不少好汉们 以为终于功成名就 可以从此安享富贵 燕青去已察觉了 朝廷的险恶用心 担心朝廷会鸟进工藏 进一步加害于他们 他想劝说卢俊逸 一同归隐 却不料卢俊逸 一心只想 依谨还乡 为官一方 无奈之下 燕青只好留下一封书信 撒泪而别 从此 身边自有君王舍 托封尘过此生 逃过了被毒杀的命运 央视版的电视剧里 特意安排燕青 情回京城 接出李诗诗 从此一对有情人 江湖作伴 悠然自在 得到梁山豪瀚里 最好的结局 人生最难的 莫过于在花团紧簇中 始终保持清醒 若事有可为 便竭力前行 若路到尽头 便急流勇退 有勇气作对取舍 用智慧从容一生 人生行事 当如燕青 以重情义 为立身根本 知恩图报 以知分寸 为行事之术 进退有度 以懂取舍 为处事之道 当断则断 有这样的品性 才是一个男人 最顶级的魅力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阅语 请继续关注十点课